最近受到疫情影响经济萧条 不过高雄第一季的开发区土地标售 却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地震局这次共标出10标15笔的土地 合计标售金额超过17亿元 脱标率达到百分百 地震局召开记者会要宣布 今年高雄市第一季开发区土地标售成绩 创下新记录 因为这次不但脱标率百分百 甚至还出现投资人抢劲 有多笔土地脱标金额 呈现两到三成的溢价率 为市库带进超过17亿的收入进涨 所以溢价率有26.9%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鼓舞 真的是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还能够全部都脱标 其实我心里也蛮高兴的 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这次地震局一共标出10标 共15笔开发区土地 包括最受瞩目的大平顶一号 道路区段征收区的四笔商业区土地 吸引两家投资人抢劲之外 高雄大学区段征收区表现更是亮眼 共吸引22家投资人竞标 成为本次标售投标风最多的开发区 也显示这一区的重划区开发前例备受看好 大概最近两年来标投率都超过80% 对那最近这两季 就去年的第一次级跟本季是百分之百 这种手购区段好像业界的反应似乎比较好 对就是他们觉得手购区段 那可能可以配就是符合那个投资人 或者是买方的一个住宅需求 原本因为担心开标情况会受到疫情严峻的影响 没有想到不但能够全数脱标 还出现了溢价的惊喜结果 地震局除了分析是因为大高雄开发区土地的公共设施完善 生活机能健全 又有重大建设加持等利多消息的带动 提高了投资人的信心 也为这次的业务推动鼓市府团队的士气 记者李正道黄澜君高雄报导